您進到任務裡面有一個免費自寢何處尋這個地方 首先就是說你應該先了解一下一件事情 你電腦裡面來路不明的字體就不要用 會比較安全最好就直接拿掉了 因為有些放在那裡就有時候會有衝動 用一下不會怎樣 可是我們以往大家都比較沒有注意就是自寢的問題 大部分都比較注重什麼 圖片啦音樂啦有沒有影片這些版權 但是事實上字體也是有字型的 那剛剛有提到微軟內建不是有新系名標開題嗎 事實上它也沒有得到授權 就是你用那個字體可以用在所謂商業用途 你既然用在商業用途就是一定要另外買 那現在比較麻煩的是因為他們不管是華康還是文廷 他們授權的方案都是怎樣 都是按連絞交的 這個就不知道大家的接受度如何 也就是說你今天字體在你們家電腦裡面 可是呢很抱歉他沒有更新 就跟現在一些軟體一樣用訂閱的 你沒有新的東西我要用我還是要繼續付錢 所以他現在呢最大的麻煩就在於這邊 那如果你想了解一下就是他的那個過程 你就稍微知道一下 我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就寫了幾篇文章介紹一下 就介紹一下 那我們往下走 他的產品很多 但是重點在於說他的授權方案 你可以看到基本版有沒有 是不是一台1800 專業版就是你要做商業用途的 一台要兩萬次 那這樣你願不願意買 不願意買那你只能用在這裡喔 你看喔 基本版還只能用在印刷屏喔 我們現在用在印刷屏的機會是比較少 你現在用在網路 網路包括什麼 網頁、影片、簡報 是不是都是網路的 所以這些都不行啊 因為簡報也不是印出來的 所以就變成說你的授權方案都在這個以外 你願不願花這個錢 那你說有沒有單套的有 單套一套兩千塊 但是重點是只能用在印刷平台 那你要不要買嗎 又來了對不對 這是華康的授權 所以電子書也不行 不要忘記了現在有電子書 對吧 所以這個就APP也不行喔 APP也是屬於電子的嘛 所以現在變成說他把他限的很實 那另外呢 穩頂的大家也蠻常聽過的 他就這兩家嘛 比較大的 他的授權費比較便宜 他只有分標準的跟什麼 進階的 那這兩個呢 只差在說 自用還是送的兩相宜 自用的比較便宜 你要拿給別人用的 就是做好要做 營業用途的 就比較貴這樣子 那他一樣 也可以買一套的 但是就是按連付費 所以你有沒有想過 你們家的事情你要怎麼 要付多少錢 沒有喔 他們因為被欺負太久了 所以就提出這種方案 一吐怨氣 可是大家的怨氣也很多 但是不管怎樣 至少人家他是商業行為 你不滿意 你也要接受啊 你沒有其他選擇 好那這個呢 最重要就是說 你要知道 他不能用在很多地方 那有沒有其他的方案 你可以去找到一個 比較更適合的 好那原則上 我們比較常見的就是 你會看到所謂的 思源黑體 思源送體 那這是Adobe 跟Google開發 所以各位手機上 現在都是這些事情 他就是為了這個授權 所以他們自己開發 那第二個 你可以去全智庫 這個地方等一下 我們帶各位去看一下 因為如果你希望找 所謂歷代書法名家的字體 也就是我們講的書法字型 去這邊可以找到 而且你可以用 重點是你可以用 那麼如果您要 裝在電腦上的 那您就找這個地方 王漢中的 這個應該是目前可以找到 最多字體 就是說種類比較多 因為他大概42號是 包括一些特殊字型 還有像註音 那些都還有的 這樣大致上了解 有這些有沒有 你就可以去下載 那這你網路上找 就可以找到很多 所以中文字型 比較抱歉 就是真的沒有太多的 選擇的空間 但是呢 你又真的要 有一些變化 那麼這個是一個 來源這樣子 這樣就比較清楚 所以 雖然我們Volk在呢 你是可以 在我們單機上使用 但是還是不建議 各位用一些 來路不明的 因為每個字型 就好像寫字一樣 跟筆記一樣 都有它的特點 他們會檢查出來 會檢查出來 這跟各位說明一下 好嗎 好嗎 好嗎